千佩 欸 妈 欢迎拿啦 不用啦 我自己来啦 不用啦 不用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杨千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千佩的妈妈 我覺得當了妈妈之後 反而會更懂得 怎麼樣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像是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會在乎攝取的營養 譬如說有維他命啊 鈣質啊 那平常在照顧小朋友 要帶他們到處爬爬罩啊 抱小孩啊等等 你就會發現 行動力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也覺得身體健康是很重要的 到了我們這個年紀 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 就沒辦法好好享受人生 就是常常花很多時間陪兩個小朋友啊 當然有更多時間可以跟媽媽一起相處 然後你就會發現媽媽真的好辛苦喔 她常常出去買菜的時候 都是一個人這樣大包小包 然後你要幫她 她又不給你幫 做菜的時候呢 上上下下的拿出去 其實我在旁邊看 我真的是還蠻擔心她的 千佩就是太會操心了 我覺得行動力保養 就是要先照顧好自己的骨骼跟肌肉 不管是出門買菜 還是可以千佩跟孫女出去玩 只要在身體保養上多花點心思 每天持續運動是很重要的 行動力保養其實不難 因為以前每天要吃很多保健食品 特別為了照顧我的骨骼跟肌肉 鈣跟維生素D是分開吃的 要吃好多顆 覺得真的很麻煩 後來呢我就推薦媽媽 挺密 鈣強力定 以前都覺得啊 只要補充鈣就夠了 其實肌肉也是很重要的 高含量的鈣呢 可以維持骨骼健康 維生素D呢 則是可以維持肌肉正常生理 一次滿足兩個需求喔 而且你每天只要吃兩定 比喝一公升的牛奶 攝取掉的鈣含量還要多 保護更完整了 對於我們現在這種 比較忙碌人的生活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謝謝你 讓我覺得很放心 其實女人到了60歲 還是可以像你這樣 活得非常的精彩 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記住喔 媽媽是你永遠的好盾喔